黑洞是一颗忘了本的星 它丢掉了所有的信息 它是一颗死亡了的星 没有任何生命力 这是最初的人士 但是后来很快不久 就有人认识到了 并不是所有的黑洞 都是死亡了的星 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一点 首先呢 就是有一个叫彭洛斯的人 这个人呢是个数学家 广义相对论研究 他就是一个人 他就提出来 转动黑洞的这个 这个能层里边 储存的能量 什么叫能层 就是一个转动的黑洞 它的无限红一面 和它的世界分开了 你看那个中间 那个几乎近似球形的 这张图里头 那就是个外世界 就黑洞外边的世界 转动的黑洞 是有两个世界的 你要简单的想 黑洞的外世界 就像一个核桃 无限红一面 就像一个橘子的皮 就像橘子中间是一个核桃 那么黑洞的边界是什么呢 是这个核桃的皮 不是橘子皮 橘子皮呢 外边的是无限红一面 你要是坐飞船过去的是 可以穿过它的 但是你只要不穿过那个核桃 不穿过它那个外世界的话 你是安全的 你还可以飞出来 这个外边这个地方呢 彭洛斯的研究 就是这地方储存的能量 所以它叫核桃和这个橘子皮 之间的这个区域 这个呢 存在的能量 叫能层 他研究过 说假如你放一个物体进去 它有可能啊 从能层里头飞出来的时候啊 出来的能量 比它入射的时候能量要大 为什么呢 他说这个能层里头啊 存在着负能轨道 就是进去的这个物体 它可能裂成两块 一块呢 沿着负能轨道掉进黑洞 另外一块飞出来 负能的轨道那个掉进去呢 就是黑洞的能量减少了 跑出来这一块的能量呢 因为能量守恒 就会比入射的要大 所以呢 他就说认为呢 可以从能层里边提取能量 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到现在为止 大家都没有挑出 他有什么毛病来 所以呢 他认为呢 转动的黑洞呢 实际上有生命力 后来有人就想了 说假如你这个物体 它不是那么大一个物体 是个很小 讲到量子这个级别的时候 那么这个物体 不就是一个波了吗 也就是说 是不是有可能使得入射包进去出来的 是出射包比入射包还强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提出来的这个人叫 米斯拉 米斯拉就是跟那个惠勒 还有Kipson 三个人一起写了一本大黑书 Gravitation 引力 当时有一段就几乎是 广义相对论的圣经似的 那么一本书 米斯拉就提出来的 有这种可能 进去以后会出来的 会比他强 而且呢 他对这个辐射呢 有一个描述 那么这种辐射就叫超辐射 叫米斯拉超辐射 这个也是公认的 也是提取这个能层的能量 米斯拉超辐射和这个彭若斯过程 都会把能层的能量带出来 使这个黑洞的转洞逐渐的变慢 把它的能量和角动量都放出题 这时候呢 又有两个人 一个是苏联的斯塔罗宾斯基 一个是加拿大的安如 他们俩又提出来了 既然是个有超辐射 那他会不会有自发辐射呢 为什么这么提呢 超辐射呢 本质上是一种受机辐射 大家都知道 受机辐射就是激光 激光理论实际上是最早的理论 是爱因斯坦提出来的 当然他当时还没想到 那个激光可能一那么强 他只是说呢 原子里头啊 如果原子出在一个高能级的时候 它有可能跃迁到低能级 原子出在低能态呢 可以跃迁到高能态呢 就要吸收辐射 如果有外界的辐射进来的时候 出在像我们看到的这张图里边 如果入射的这个能量 Hn 它的E等于Hn 能量正好是满足这个能级差的话 这个原子就从低能级 跳到高能级 这就是吸收过程 吸收过程是大家肯定都知道的 还有一个过程呢 就是出在高能级的原子 跃迁到低能级 就放出了Hn的这个辐射 那么这个叫自发辐射 这个大家也知道 但是爱因斯坦指出 还有第三种 这种是什么呢 很多原子出在高能级 本来有自发辐射 偶然有一个掉下来 一会儿呢 又有一个人掉下来 他说还有一个情况 假如有一个光子入射进来了 它的这个能量 正好是这两个能级差的话 它就可以刺激这个原子 一下子从高能级都跳到低能级来 这个就叫受机辐射 受机辐射就是现在的激光的 那个最根本的理论 所以他就讲了说这个黑洞 你看你有超辐射 超辐射相当于受机辐射 既然有受机辐射 它会不会有自发辐射 是不是应该有自发辐射 因为根据爱因斯坦的这个辐射理论 自发辐射系数和受机辐射系数 之间是有关联的 如果一个不为零 那个就不应该为零 所以他说应该可能有这个自发辐射 自发辐射有没有呢 后来人们发现了 真的有自发辐射 转动黑洞和带电的黑洞 都有自发辐射 它怎么回事呢 大家知道 狄拉克在基本粒子研究当中 曾经提出一个理论 就是狄拉克真空的理论 它的主要意思就是什么呢 从量子论的角度来看 一个真空并不是一无所有的 根据它所当时的一些 量子力学的相对论性量子力学的方程 就可以看出来 在真空当中 可能存在着正能态 也可能存在着负能态 你比如有一个电子 它的质量是m 它可能存在着 大于等于mc方的那个能态 就是说如果等于mc方 就是有一个静止不动的电子 如果大于mc方 就是电子在动 它还有动能 还有呢 它说还可能存在着负能态 负能态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电子的质量 是负的mc方 它禁止不动 还有呢 更负 比这个mc方呢 负的更厉害 绝对值更大 后来它因为这个呢 预言了正电子 通常我们说真空啊 就原来大家简单想 就是什么都没有 他说呢 你可以把真空呢 想象成是一个最贫穷的状态 是吧 说这人兜里头呢 一分钱都没有 穷得当当响 是吧 他说其实呢 还有比他更穷的 什么呢 不仅兜里没钱呢 还跟别人借了钱了 是不是 他的钱是负的 还有呢 他借了好多银行 好多朋友 他都借 最后借到 把所有的 可以借钱的地方 全借到了 他兜里还一分没有 那是最穷的 说这个真空 是能量最低的状态 一个电子都没有 不仅没有动的电子 静止的电子也没有 他说这还不是真空 他说 他还有很多 负能的电子状态 负能电子状态 全部填满 而正能电子状态 是空着的状态 这个是真正的 能量最低的状态 有人说 你这个理论 到底对不对啊 他说你不行 你可以做实验呢 既然那个负能的电子 都是填满的 正能态都空着 正负能态之间 有个禁区 半个电子的能量 那肯定不行 你负的呢 也不能负半个电子的能量 所以正MC方和负MC方之间 是一个禁区 没有电子 正MC方以上呢 都是正电子的区域 而那个以下的地方呢 都是负能电子区域 真空的时候 正能电子区域 一个电子都没有 负能电子区全部填满 这就是真空 迪拉克说 既然真空当中 有负能电子存在 我就可以打击真空 打击真空 让一个负能电子呢 我供给它能量上来 蹦一下跳上来 蹦一下跳上来以后呢 就跳到那个 我们通常的这个 正能的空间里头了 就出现冒出一个电子 那儿呢 留了一个负能的空穴 因为它跟电子的电荷要相反 它在那儿电荷守恒 负能电子的能量是负的 但负能的 空穴的能量 也是正的 所以这就相当于 从真空当中 打出了一个电子队 赵中尧先生呢 头脑当中没有这个概念 他最先看到了 从真空当中 打出真空电子队的实验 而且政府电子队 重新湮灭成光子的实验 是他首先看到的 遗憾的就是 不仅是他头脑中 没这个概念 而且同时还有几个实验 是否定他的实验的 后来才知道 那几个实验 全部都是错的 只有他这个是对的 但是把他耽误了 诺贝尔奖的评委会呢 大概也看不起中国人 结果最后发给了 那个安德森 对吧 安德森确实 他确实是真电子 应该给他 但是呢 赵忠尧也应该有一份的 是吧 但是没得着 赵先生后来回国了 对咱们国家的核物理的发展 还是有很大贡献的 根据大罗宾斯基 安如他们的研究啊 就迪拉格真空 如果这个黑洞转动 或者带电的话 在黑洞的表面附近啊 你看我们这个图当中 它的右边的广大的区域啊 中间是个禁区 上面是个正能态 下边是个负能态 两个平行的线 到了黑洞附近呢 这个曲线呢 就往上升 禁区呢 就缩小到零啊 正负能态呢 都缩到一个点上 呃 大家看 在最左边这根线 这个地方啊 就是黑洞的表面 在黑洞表面地区呢 就出现了一个 有交叉线的一个阴影区 这个阴影区呢 充满了负能的电子 但是它的能量 居然比普通真空当中的 正能态的能量都要高 所以呢 那个电子有可能通过随道效应 穿过这个禁区 禁区就好像试垒 就穿出来了 啊 他就 有这样一个效应 他们做了这个计算 后来我们也在一些特殊情况下 也做过一些计算 研究 当然主要是他们做的 是吧 我们只是在那 呃 等于做做练习 所以呢 黑洞呢 有自发辐射 有 收集辐射 就超辐射 这两个辐射呢 是 量子过程 能够把黑洞的转动能量和电荷带走 如果转动能量和电荷带走呢 黑洞就慢慢静止下来 而且不带电 就退化到施瓦系黑洞 可以打个比方 我们可以把施瓦系黑洞 啊 视作黑洞的机态 而那个转动黑洞和带电的黑洞 好像是黑洞的激发态 他们会慢慢的退化成这个不转的黑洞 但是呢 不转的这个球队阵黑洞 大家依然认为是一颗死亡了的心 我说的这个情况 这个时候 就是当时霍金参加进 黑洞研究的时候的一个背景的一个状态 就是当时对黑洞研究基本上进展到这个状态了 没错 好 有没有人连进去 我看着这个研究 我看着这个研究 就看着这个研究